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的财务智商 我们今天想要请到三位来宾 都是很有FQ的斜杠青年 那么其中两位YouTuber 他们的这个三年来的订阅数 已经超过了41万人 以被评为是最适合理财新手看的频道 那么另外一位是这个警察 但是他竟然是28岁不到三年 用ETF赚了400万 他们曾经是上班族 曾经有个非常稳定的铁饭碗 但是如今都辞掉他们本来的工作 那么全心来追逐自己的梦想 他们到底是如何提升他们的FQ 来实现财富自由的愿望呢 马上来介绍我们今天现场的来宾 好 第一位就是斜杠YouTuber财 欢迎 清姨姐好 各位来宾 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斜杠YouTuber属 大家好 我的属 清姨姐好 大家好 我也算斜杠YouTuber1 蔡志诚 多少钱次 好 第三位是我们的投资专家 蔡志诚 欢迎 清姨姐好 大家好 好 投资百优姐 现在很需要你 阿姿佩玲 大家好 投资朋友 大家好 好 投资专家 燕丽 欢迎 哈喽 我是Li 好 我们现场三位斜杠青年 他们本来都不是做财经的 但是在财经的领域上发光发热 我们知道转型是最痛苦的一个过程 想先请三位来宾你们诚实的作答 在这个转型的痛苦过程里头 你曾经想要放弃的举绿牌好不好 从来都没有过的举红牌 请举牌 想要放弃的 两个人想要放弃喔 只有你没有 只有财没有耶 你是真的吗 因为我觉得头都已经洗下去了 就要给它洗到底 把塞头都做好了之后再收吧 不归路喔 想转型叫一鼓作气 对对对 另外两位什么时候会想放弃啊 有时候做到真的是 没有赚钱的时候会很想放弃 这是关键耶 因为你是放弃本来很好的一个工作嘛 所以是第几年 你做YouTube第三年了吗 第三年 目前第三年 第三年 第一年就 第一年刚开始半年的时候 很常常想要放弃 因为数字都开不出来 没有view 就没有收入嘛 然后你就眼看着自己的钱 一直在烧一直在烧 就会很着急 他说我干嘛要这样 我还是赶快回去我原本的工作好了 常常就晚上睡觉做梦 都会冒出这个念头 所以第一年是最容易可能会放弃的时候 志成你也是吗 对 一开始写部落格是根本不会赚钱的 对啊 就是分享而已 那是因为之前本来有工作的 他收入还不错 那时候本来想去考培训机师 去开飞机 那就在做两条路的抉择的时候 本来想说要放弃财经这一块 如果考上机师的话 就专心的走航空业这样 你很多想法 对啊 开飞机 这梦想都被现实给影响到了 好 我们来看 其实现在这三位 最近也都出了财经方面的书 坚持下来都有很好的结果 这是最新出的 跟着财属学FQ 做自己的提款机 恭喜第一本书 谢谢 转型成功还出书 现在是要做自己的提款机 第一你还怕提不到钱 对啊 听说你一开始大学一毕业的时候 你是有学贷 而且你们都当过月光族 对对对 因为我其实是 私立大学毕业的嘛 那我其实在一毕业的时候 就背了一笔很庞大的学贷 大概有六七十万这么多 哇 然后因为刚刚入社会 其实薪资也没有多少 大概也就是普通就是 二十六K左右而已 那再加上我自己又是 在北部工作坐在台北 所以还有房租的问题 我一个月光是要缴这些学贷 一个月大概就是五六千块 然后再加上房租大概一万出头一万多 扣一扣之后大概只剩下三分之一的生活费 所以那时候几乎就是 有点路不复出 就是光是生活费就已经打平了这样子 那压力这么大 你一毕业去澳洲打工啊 主要是因为那是在工作了 大概两三年之后 然后稍微比较有点社会历练 然后觉得说 那时候学贷还了吗 那时候学贷还在还 因为学贷大概要还个六七年左右 对 然后那时候就是 可是因为觉得说 看到身边很多同事 或是以前有一些同学 他们都有出国游学 或者说出国去读书的经验 那就会很羡慕这些人 可以出去外面看一看 然后那时候因为 去澳洲打工度假化 他有一个年龄限制是三十岁 对 然后那时候我是工作了一阵子之后 快要接近三十的时候 觉得说 那我再不趁着这个三十岁出去 我可能这辈子都没有机会 可以出国去在那边生活 那么长的时间 顶多可能就是去一个旅游 四五天五六天嘛 所以那时候就很向往说 可以去那边当地体验当地的生活 所以那时候也 就是有点是三十岁前的任性吧 想说三十岁之后可能 包袱会更沉重一点 所以再不去的话 不趁现在去的话 可能以后真的就是没机会了 我记得有时候给自己点压力 很多人就因为三十岁那个门槛 三十岁赶着之前去做这个打工留学嘛 对对对对 那到底这样去是可以存更多钱还是花更多钱 其实我那时候 是那边是打工啊对不对 对是是打工 可以赚钱吗 对原本是想说 因为那时候也听很多人讲 因为那时候其实澳币的汇率 汇率大概三十嘛 跟台湾比的话 那时候想说很多人去那边都说 去工作一年就可以存一桶金回来台湾 然后就可以 还可以创业干嘛什么的 那时候有一点点想说是 想要去赚钱 但是后来我觉得 我把我的目标稍微 就是转换了一下 我觉得 比较想要去体验当地的生活 因为毕竟 可能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去体验西方的生活 大白话就是后来变成去花钱 要好好体验嘛 还是有在工作这样子 就是说去那边有找了一份就是 吧台的工作 但是因为它不太固定 所以变成是说 收入也是断断续续的 那你什么时候意识到 理财这件事情很重要 其实就是在那个时候 就是因为收入非常的不稳定 我还记得中间有一两个月的时间 就是说几乎没有 就是没有排公司给我 所以那一两个月都没有收入 然后就 那时候刚好台湾这边 其实又还有学贷要继续还 所以 所以就是那时候 完全脚步出钱了 怎么办 没办法知道 从澳洲打月亮店 回来给妈妈 这时候才想到我还完全没打话给妈 这个月的贷款可以 麻烦你就是帮我先垫一下嘛 对 然后就在那个当下会觉得说 哎呀 我已经 费得真好 哎呀我已经三十岁了 快要三十岁了 然后还这样子 因为学贷的钱 然后要打电话 后来请妈妈帮忙先 先帮忙付 就会觉得说 有一点感慨 就会觉得说 怎么会这样子呢 真的世代不同 你那时候才领悟到 三十岁还没有存款 很可怕 对当下 而且人又在国外的时候 在那边都无亲无故的 就觉得 才开始觉得说 哎 这边没有存钱 真的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然后才开始慢慢 就是说 开始要来做一些理财规划的东西 我们这世代二十五岁 就会觉得有点恐怖了 我们十八岁就会觉得很恐怖了 就是家庭背景不一样嘛 但没有关系嘛 反正就是都还来得及 好 那属你呢 听说你跟他也是 有点类似的 有点类似 也是一开始工作几年 就是月光的状态 我那时候叫自己 叫月光理财法 就是每个月 月光还理财法 对 就是每个月把赚来的钱 用到最后几天 刚好用完 叫做月光理财法 所以每个月其实都是 都是没有存款的一个状态 那我印象很正会 有一次那时候贪玩嘛 就是说什么都要跟 唱歌啊 或者说出去看电影 员工旅游 当然不能不去啊 因为公司有补助嘛 那结果好时不时 就是说原本都排好的时间 我都想好说 下个月他才会来收钱 所以应该 我的钱应该还够用 他应该 我不会有这个 透支的问题 结果好时不时 旅游社他为了要 抢那个机票 他要把机票先booking起来 他提早两个礼拜来收钱 那我就交头让啊 怎么办 我身上根本就没有这个现金啊 你的月光理财法好精准哦 提醒两个礼拜都没有办法 对 那时候是几乎是完全没有存款的状态 所以那这样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在公司又很孤僻 又没什么朋友 平常也没有在跟人家什么高插吧 然后所以就很头痛 我不知道到底要去找谁借这个钱 又不敢去跟妈妈讲 因为怕家里人知道说 你工作怎么搞到这样 居然还月光 还想要出去玩 所以最后是情不得已 只要去找了 私下拉了一个 其实也没有很熟的同事 跟他想办法垫了这两万块 然后我印象中最深刻就是在这两个礼拜的过程当中 我每次在公司看到那个同事 我就觉得很干 虽然别人可能 他可能不这么想 但我心里就会一直 一直有一个声音说 我会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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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有这种 很大的一个亏欠感 那其实我觉得另外一关键点是 你们从澳洲回来之后 其实都找到蛮好的工作 年薪都破百万 对一个年轻人来讲 百万年薪很棒啊 为什么后来还要辞职 转型变YouTuber啊 我一开始当然也会很害怕 可是我是印象很深刻 有一次在跟我差不多同辈 同期资历的人 在中午吃饭的时候 大家聊着聊着 忽然就开始讲投期管的话题 开始讲他上礼拜去看房子的话题 这时候我忽然觉得 我跟人家的距离差得好远好远啊 我居然只有一点点少少成换 连去看房子的资格可能都谈不上这样 这时候才惊觉到说 我如果就在原本的工作这样 虽然说收入还算不错 可是以台北的房价来讲 我可能在工作再久都 没有办法买得起房子 所以才想说 我必须要转个方式 可能要做生意或是要创业 才会有机会让财富往上再增加的空间 OK 意识到不断帮人家打工 还是没有办法 那你们开始要转型做YouTuber的时候 有准备多少的钱去 算创业吗 去投入吗 以我来讲 我自己准备的边际准备的比较足 我大概准备了两年 完全可以不用工作的资金 两年 可以让我两年都没有任何收入的情况下 然后去做这件事情 OK 所以你给自己设定是两年 如果两年没有成功 钱烧完了就回来 对 就回去了 你们的同事当时有没有建议 不要那么傻啊 百万年薪也很不错啊 有 有很多反对 爸妈妈妈应该骂最凶嘛 对 爸妈有说什么 爸爸妈妈一开始的时候是有支持啊 就说没关系可以去试试看 因为反正他们是说还年轻 对 就说还年轻嘛 可以多多尝试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但是就做了一阵子之后大概半年或什么 就开始有点担心了 就说你们那个收入好像也不是很稳定啊 你不是兼差做就好了 为什么要辞掉工作 就是要抱着必死的决心 这种心态 就是如果你有一个正常的收入的时候 你可能在这一方面就会开始 比较勒子一点 比较想有空的时候再来做就好了 想做的时候再来做就好了 所以我跟他们不太一样 我当初是部落客 对 你也是部落客起家的嘛 我工作五年年薪刚百万 十二月的时候 在一个月就要领年中 我就跟我妈说我要辞职了 我要当部落客 对 那我没有准备任何一个月的那个 零这样子 因为我抱着什么 我是抱着必赢的决心 所以不能抱着必死的决心来说 要抱着必赢的决心 他妈妈倒一杯写说吃药了 然后我妈就骂 那三个月后我就赚到去年一整年的薪水 我妈就没有花钱 所以要抱着必赢的决心 因为抱着必赢的决心 你会想赢 你不要想说我要怎么不输 你没有想说万一你三个月后 其实万一是赔钱怎么办 我是赌定会赢才离开的 一定会赢 因为我在公司的时候 有一定会赢的事情吗 慢慢的在经营部落客 对啊 然后人气已经够了 是所有粉丝都拱我出来了 日上有密家 就是应大家要求 对 所以你身上可以偷偷摸摸地做 这样子对 然后逼赢才出来 粉丝是一个力量 那粉丝也帮你们找到一个 你们没了要想过的FQ的路 我们先进广告 好 离开百万年薪的职场 已经差不多三年了 你们转型做YouTuber 而现在这个订阅数 已经突破了41万人 我们录影的时候 可能播出的时候 看到这个人数更多了 但是听说 你们还在努力要回本 怎么可能 真的 因为我们其实在 我们都有看过那种视频 YouTuber可以赚多少钱 都赚很多吗 其实他们很辛苦 因为只要搞笑的话 起跳都一两百万 对 做理财的本来就是 对 真的 这是真的是佛心来的 OK 他们订阅数也算是很高啊 非常高 算第一名了吧 对 不敢这样讲了 因为团队有二十个人是不是 就我们两个 就我们两个 就你们两个 就你们两个 对 那主要是因为我们 在前期一开始 第一年的时候啊 投入比较多的资金 就像做投资的时候 你必须要去买一些设备 不管是硬体或是软体 然后甚至说 因为那时候 第一年的时候 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收入 完全就是吃自己 第一年也没有广告收入吗 都没有 都没有 因为太少了 因为太少量太少 对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冲高的 应该是第二年 应该算是18年吧 对 到第二年 对 第二年开始 对 然后 所以其实现在有一点是 还在摊评之前的 那些投入的资金 因为其实观众也都会给我们反应 比如说你收音收得不好 他会叫你换麦克风 或者说你没有上字幕 他叫你上字幕 或者你的灯光不好 他叫你换灯光 那你就会一直不断被观众推着走 你就会想要办法去升级设备 不然你就没办法符合观众的要求 他们真的很用心 观众也都跟我们节目讲过这些事情 对 我们打死都不升级 哈哈哈哈 就没有钱啊 就没有钱就不升级啊 对啊 这些创作者很辛苦嘛 对啊 对看着不要讲那么多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不要理观众 你懂什么 你要主导观众 对不对 这为什么人家订阅数这么多的原因 也是啦也是啦 所以我们订阅数全都来 你们一开始其实不是做理财的 那你们是做什么主题 其实一开始我们是什么都做 因为刚开始进入这个市场的时候 我们也不太清楚自己的定位要在哪里 然后那时候中间也试过非常多不同 不同的影片主题类型 然后那时候有印象中最深刻的是 有做过一个 刚好那时候是四大运的事情 然后我们发现说 好像有很多人不太知道 四大运的场馆到底是在哪些地方 而且有二十几个 对总共有二十几个都散落在大台北地区 然后我们想说 这个好像有机会可以有一个话题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去做了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就 怎么会想说这么费力的一个影片 好多力气喔 那时候就想说 不行我们要做一个大企划 让大家看到 所以我们就跑了全台北的各个场馆 然后那时候是夏天 到了各个场馆就算了 还要拍摄 然后还要在场馆前面跳一段舞 谁跳 然后一起跳 一起跳啊 然后又热 然后又要跳那个 然后回来之后还要 把它一段一段的拼凑剪辑 也花了很多时间做剪辑 拍了三天 最后只剪了大概一分钟而已 剪了一分钟 影片只剪出来只有一分钟 哇 对 然后可是我们原本想说 这样子这个应该会重喔 然后可是 精华中的精华 对啊 但是没想到就是 人算不如天算啊 多少人看 数字看起来大概几千而已 几千吧 就是很普通的数字 对啊 后来从没有看过你们跳舞了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有点是这个原因 有点是这个原因 不过也是因为那一阵子做这个连续九十九天的这件事情 它算是对我们自己来讲做一个压力测试 就是说我们到底能够在多短的时间内产出一支影片 因为等于是我每天晚上要上片 我前一天中午就要开始拍摄 然后就开始剪接 就开始作业 就整天大概做作业 所以我们那时候剪接的工具就是在那段时间练出来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后来FQ这条线 也是在那一段时间无意当中测试出来 OK 那后来怎么找到FQ这条路 后来就是其中有一集就是想说来试试看 因为有观众就是在问一些 很关于财经方面的问题 然后我想说为什么他们会无人问这个 或者说这个路线我们好像 这个领域写文章的很多 或者说做相关的节目的很多 可是YouTuber里面很少这一块 所以我们想说用这个来试试看 所以后来慢慢这个FQ就变成是 我们想要在这一个环境里面去做 那个所谓零到七十分的部分 零到七十分 最基础的这个部分 那至于七十到一百的部分就交给专家们来课 OK 没有它是搞笑版的 对我是综艺版的 七十到九十 那我是一颗药 OK 你自己也曾经买过股票 后来一买的时候才发现停损很重要 对 那一档的经验是什么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刚接触股票的时候也是不知道 就随便听随便乱买 那时候自己因为是果粉嘛 然后那时候刚好是遇到第一次是 iPhone要从小萤幕3.5寸要变成大萤幕的那一次那一年 又是哪一档 好继续讲 对 然后那时候就想说有切 有跟这个萤幕相关的应该都会受惠 或是说会有成长性吧 所以就自己去研究说 那现在到底有谁是iPhone萤幕相关 找了一个是陈宏 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家已经不在了 什么华剩什么 台中啊 对 那因为另外其中一个那个陈宏太贵了嘛 三四百块买不起 所以就挑了一个比较相对便宜 结果买了之后 居然就自己不知道为什么 就摆着也没管他 然后结果等到 后来他就发生了一些财务的问题 就开始股价一直缓慢的下跌 缓慢的下跌 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地方 就是他跌的让你没有感觉 然后当你有一天忽然滑开手机 看对方说 怎么只剩一半 怎么只剩一万块了 然后等你要去处理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停止交易了 对 来不及了 所以我后来才领悟到一件事情是说 自己其实也要帮自己的投资 要设一个熔断的位置 就是说我自己设定是一个50%的位置 就是说 50%才熔断 对 就是这只熔断 熔断是已经到非不得已的时候 才要熔断 因为我这个灵感是来自于 有一部港片里面叫 那个赌侠里面 他们不是讲说投降输一半吗 对 就是说 Blackjack的时候 对 你到输到一半的时候 就一定要有这个 这个投降的体认 不然你超过一半之后 通常这个沉默成本的原理 你到后面只会越不想走 就真的会走不了 OK 所以我们看到两张A的时候 叫做赶快取投降输一半 但是亏损到50%才停损 这太可怕了啦 对这个 你刚刚讲那个月光理财法 都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什么 输光理财法 就我们短线操作来看 或波段操作 10到20 大概就是一个极限 因为我们是很快就要再进场 如果很快进场第二次又输50% 两次就25%了 本来是腰斩就变膝盖斩 再一次就剩脚踝人 那很快就 他再也回不来了 OK 好 所以一般说停损10%20% 你才有 你还有能力去做停损 对 那这个 大概50%熔断 可能那时候已经是 你自己都快断场了 做好 你们的FQ 其实今天要教大家非常实用的 现在当然会听到很多 我们所谓的名牌 怎么去帮助一些理财小白 去过滤这些名牌呢 你们的方法是什么 其实这个方法很简单 就像我们在挑 听到这些名牌 就好像挑名牌在挑公司一样 那我们在一间公司服务 这间公司到底好不好 值不值得继续带下去 会有三个指标 第一个就是说 它发不发得出来年终奖金 然后再来说 它的获利能力到底好不好 最后是公司老板 到底自己喜不喜欢这间公司 那最简单 年终奖金的话 其实通过现在很多APP 或软体上面 下单软体上面 都会有这些基本的功能 就是至少去看一下 它每年的股力 是不是很稳定的在发放 或者说它是 不会互高互低 这样一个状况 第二个是说 我们可以建议可以看一下 它的ROE跟ROA 这个就简单来讲 翻译成白话 就是它可以用 用这些钱去创造多少的价值 那这个ROE ROA 其实里面都可以查得到 像巴菲特的标准 是15%以上 那我们程序区统计过 出来的话 就是一般以台股 整个上市公司来讲 平均来讲如果钱百大的话 ROE大概会是在 15到20%以上 ROE是15到20%以上 那ROA的话 可能大概是10%以上 以这样做一个标准 来做一个快速的筛选 那最后一个当然就是 它的董监持股比例 不要太低 董监持股比例不要太低 然后再来就是说 它股本的话 我会设定 至少是在板益以上 尽量是买比较大型的公司 相对来讲安全感会比较高 OK 好 那另外刚刚属这边讲的是 个股的部分 那ETF的话 因为它是基金 所以它可能就没有 像刚刚提到的这两个 就是获利能力跟股本筹码 那可是最重要的当然还是 一样就是在殖利率的部分 因为就像刚刚属讲的 你跟着 尤其是以长期投资 或是长期持有来说的话 我们最主要还是要领这个股息 那所以当然还是 就是一定要看一下 它的殖利率 那殖利率的话 主要是去看说 它有没有固定 每年都有在配息 就像你在一家公司上面 你总是希望你公司 每一年都有固定的配息给你 不能说今年有给 然后明年只给一半 然后在后年就都没有了 这时候你就会很想跳槽 所以可以看一下 大概最近五年 它的平均殖利率大概是多少 那我们一般会建议说 它会抓在5%左右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殖利率 那另外除了殖利率之外 我们还可以再看一下 它在市值规模方面 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说 ETF可能没有变成币值的问题啊 但是可是它会有一个被 还是会下市 对还是会有一个 被清算下市的一个规定 就是说如果它连续30天 低于1亿的话 它就有可能会被清算下市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挑一些 它的市值规模比较高的公司 会比较稳定一点 那会建议说最起码是在10亿以上的啦 对 然后如果说你稍微比较积极一点 心脏大科一点 心脏大科一点的人 可能可以到5亿以上的 对 那所以会建议就是说 大概是5到10亿以上的公司 是比较好一点的 那另外还会再看一个就是它 就是每天的成交量 那为什么要看这个成交量呢 流动性 对流动性的问题 然后可能有些人会说 可是我是存 我是拿来存的 我要一放就要放5年10年啊 所以这个成交量应该还好吧 但是其实我们常常会遇到 有一些网友留言说 他开始要来做存股 然后他买了之后 但是过没几天 股票开始跌的时候 他就会看紧 他都跑来问说 怎么办 我现在是不是要赶快停损 把它卖掉了 对 那如果碰到这种时候 想要跑的时候啊 当然就是要 最好是成交量就是 比较高的 最好是在100张以上的 会比较好一点 不要低于100张的 那你要跑的时候呢 也才可以跑得比较快 OK 从成交量规模 跟这个股息来 可以保护投资人的 一个操作方式 所以他们其实就是用这种 对理财小白的一些 这个理财的教育方式 用比较大白话的方式 我想问眼里 你觉得他们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介绍台湾50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直接说 这就是台湾市值前50大公司 组合成的一档ETF 股票指数型基金 OK 然后我们会觉得 手关朋友一定都听得懂啊 结果不是啊 那才所他们会怎么介绍 他们就会说 有一只母鸡 很会下蛋 下了50只 下了50个蛋 里头有红海 有台积电 然后有这个国泰金等等 哇我就觉得 就是你讲30秒 还可以录15分钟的 对 可是这是很浅显易懂 所以那时候其实很多的 理财新鲜就非常非常喜欢他们 然后后来我看了他们 一连串的影片之后 我觉得真的是太厉害了 之前水果日报 他们有做一个调查 上礼拜做的 他们去访问了 台湾前十大的YouTuber 就问他们说 那你们开不开心啊 快不快乐 我好讶异哦 所以浩浩说他 目前的状况算开心之外 另外九个都不开心 甚至呢 我上次YouTuber圈的朋友 说全部都忧郁症啊 对 就是因为压力很大 然后网友会有很多的要求 比如说像刚刚阿斯平讲的 就是麦啊 或者是要化妆 要吹头发 对啊 所以你都无所谓 很难搞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当YouTuber 其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对 IQ EQ FQ都要很强 好 我们先进广告 好 接下来这一位是志诚 你出了一本新书是毕业五年 用ETF赚到四百万 大家看了我很羡慕耶 五年就可以用ETF赚到四百万 而且你本来有个非常好的工作 是警察嘛 对 警察那时候离职的时候薪水多少 九万多 九万多 而且怎么讲那么淡定啊 九万多 对 你为什么要去澳洲啊 怎么不是当家人家啊 警察收入这么高哦 对啊 因为是算外勤啦 哦 危险 危险性高 因为我们底薪应该是六七万吧 对 底薪六万多 然后主管加级啊 加班费加一加 大概有九万多 九万多 那离职那年你几岁 就是今年啊 就是今年啊 28岁 28岁年月薪九万多 你放下了这个铁饭碗的工作 跑来做这个投资达人哦 很特别 好 我们先回顾你从高中的时候就发现钱很重要了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就考上成大资讯工程啊 对 虽然是国立大学 可是他还是要付学费 当然啊 对啊 对啊 不然叫小学贷啊 对 叫小学贷 然后还要住一些住宿费一些生活费的 我就想说 因为爸妈一开始就直接说没办法赞助 那我就想说那没关系我就去贷款 就学贷款 我一开始就准备好就学贷款 然后再加家教 因为成大校民还OK 那去教一些数理的话应该OK 然后发现然后家人就建议说还是不要啦 因为你这样要打工的话你没办法专心念书 对啊 然后后来就是考量到说不想给家里造成负担 因为可能一毕业也要负债 然后就想说就去念工费的警大这样子 嗯 OK 那念警大 你念完之后工作了四年吧 对 三四年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你会觉得后悔吗 因为整个人生又转型了 一开始会觉得就是觉得很遗憾啊 就是说你没有经历过一般大学的那种 感觉是很新鲜的东西 那后来就想说因为是自己选择的 那也没办法去一直抱怨说 就没办法回到以前了 所以那就想说就把现在做好就好了 你念警大是有存到钱吗 有啊 那警大好像你们还会给一些零用钱是不是 对 因为警大其实就像井专还有一些军校 他都会给一个月一万五的零用 零用金 那学杂费都是全免吗 对 全免的 一个月一万五蛮多的啊 你有存起来吗 一开始是都拿去花掉啦 然后到后来的时候家人跟包含周遭的人就说 可以要存钱要存钱 然后才想说去 因为学校里面有个邮局 那就有时候会去东西会去领钱 然后会寄东西的时候 那贵塔阿姨就说 这个有存钱的东西啊 你要不要稍微签一下 我就说好那签下去 然后后来才知道 阿姨应该蛮漂亮的 没有啊 阿姨讲的话你就 大概在警校里面都漂亮 主要是同学也有买啦 然后后来讲就存钱 然后后来才发现那个是六年的储蓄贤 你买的时候都不知道那是六年的储蓄贤 后来才发现 我只知道他 他说他有很多功能啊 什么存钱啊 又有保险 然后想说这还不错 然后就买 OK 有存到多少钱 后来就 毕业之后就存到了四十万 要感谢那个阿姨 那是阿姨 不是姐姐 OK 那你毕业之后你 刚听起来薪水很高 应该存的钱就更多啦 对啊 因为一毕业的话就是 分发在桃园啦 因为成绩不够好 没办法填到台北 因为那时候我们是行事 第一名都是填台北 那后来就想说新北 双北生活费太贵了 我就选桃园 OK 那在桃园的时候就租房子 那其实花费也不会太多啦 因为就跟在学校一样 假日就是打电脑或是运动 也不会太多的花费 所以多的钱的话 除了一部分给家里的话 那剩下的钱我都存起来 OK 我觉得我现在发现 警察的薪水很好耶 当时一出社会 你的底薪就六万 对 对不对 底薪喔 加班七万多 那你才做了三四年 加到九万多了耶 对 因为警察薪资结构 它是有分 它是看单位 它是你的执别 那还有三等特考 跟四等特考 都会有不同的起薪 对 因为我考三等了 然后它起薪会比较高一点 那在本缝的话 大概就有六万多 那一开始在内勤就是 加班会 加班费一个月就是 二十个小时 四千多块 对 那后来就是因为 就是有轮调 会调到外勤队 那外勤的话就是办案子 跟着学长跑一些东西 就是薪水比较多 因为加班费 还有外勤的家籍 对 那到后来之后就是调到 地方的派出所当所长 当所 这么年轻的所长喔 对 因为他的是责任制 所以 可能比较资深的学长 因为要顾家庭 所以 通常学长都比较不想当派出所所长 是这样子喔 所以所长都不是学弟在当的 我今天才知道 对 就是全职投入 那个当警察的 对 因为 警大学出来就是算初阶干部 那 所长是一个 算很重要的职务历 所以长官 会希望说能够安排你到那边 做一个历练 那 因为他的工作时间比较长 然后又主管加急 所以他的薪水会比较多 国家这么用心栽培你 你竟然就放弃了 这么多年 九万多是一般的 如果民间的工作 要做几年 什么level才有啊 我们平均薪资是四万嘛 对 这是主题处的统计 上班族平均薪资是四万 那可是因为这几年都不太加薪 那一般如果要 底薪要九万的话 起码要工作十几年以上 而且因为警大 就是说警察的那个福利薪资 实在是太好了 我知道的情况是 其实这几年就是除非你是 台青教 考得上台青教的水准才考上警大 对 所以你那时候也是同志考上成大嘛 对 对 所以其实都很优秀 很热门耶 对 非常热门 录取率很低 OK 所以当时你放弃的那个转折点是什么 就刚好我现在的公司 它又在扩编 所以然后我想想说 可以有不一样的人生 因为当警察十年后之后 我还是警察 就可能关节就变高了 可是因为警察是你关节越高 他责任就越大 就像可能署长啊 局长他们基本上都是 我看都是没有再回家的 就是整个奉献 当到署长也很不容易啦 就一个而已 对对对 就一个 你压力要说不到 所以它是一个金字塔的体系啊 所以你往上的话 你责任就要越大 然后都不能犯错 那主要是当 他这个职业就是 就是警察啦 除非是在转换跑道 那我是想说 趁年轻可以 到不同领域去累积自己 你会觉得可惜吗 不会啦 就觉得 跳出来就是也不错啊 OK 好 有这样的自信心 是因为他在理财这边 也是有很多的发现 跟赚到一些钱 你刚刚我们看这本信书 赚到了四百万 算是你一个后盾啦 你一开始怎么样来开始投资股票的 所以你是教这本书是ETF 但是一开始其实你是买个股 对 个股的经验怎么样 一开始就是跟着同学 我们有同学就讨论了 一开始就是要买股票 或是买基金 那都有做研究 然后就是听着同学说 他阿公妈妈也有买上 有一家对岸的银行啦 这名字是对岸银行 什么对岸的银行 最近平等才被调价 对 因为那时候我是大概四五年前 那他那时候 就是经营风格都很稳健 然后去做一些资料 那就是门外汉这种感觉 就是抓一些指标 然后觉得他还不错 然后配息也蛮高的 然后就买了几张测试这样 然后就发现 因为上班的话 要认真工作 才会往外勤掉 就是薪水才可以加 然后我发现 如果要研究的话 对长官来说 可能印象不好 对我的资亚可能也有一定的影响 难怪是我觉得没办法 像华尔街那样子 或是一些专业人士 挑到那么好的股票 所以我就觉得 要买基金这种分散型的东西 会比较好 对 你是因为这工作 这个压力比较大 所以你觉得做ETF 比较懒人投资法啦 不用花那么多时间 对 依然也是不用花那么多时间 然后就可以取得一个报酬 那两岗可以滚出这么多钱 我们先进广告 好 我们先来这个 请志诚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什么是ETF 什么是股票 那什么是大家非常熟悉 这些海外基金 他们到底操作上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OK ETF跟股票最大的差别 就是ETF就是一种基金 只是因为它这种基金 它是因为它是被动式的管理 那它会追踪一个指数 所以它的成本 会比主动型的基金来得低 那这张图表是比较ETF 就是跟主动型管理上它的差别 那在一般 比如说台湾跟美国 它主动型的基金的话 它的费用都会在1%以上 那以美国的ETF 美国发行 或是台湾发行的ETF的话 它的费用率都会比较低 像美国最低的话 会到平均大概0.08 就是一万块 你只要付出8块钱 一个要养很多人啦 Found Manager这些操作的 一个是不用啦 对 这就差很多 在美国的话 那慢慢越多 那个大型的退休基金 他们就发现 比如说加州退休基金 大概去年的话 他就是把很多 他的那个基金官员 都是fire掉 因为他们发现说 付出那么多的经理费 给他们 然后结果他们的操作 绩效并没有 养你们这么多人 有什么用 对对对 那他就把这些委外的基金 都是fire掉 那都是转到这种 被动型的基金 那ETF的话 他就是因为他是追踪指数 他的目标就是追踪一个 Benchmark 就是我们所谓追踪指数 那他不需要耗费 那么多的成本来维护 所以他的成本会比较低 那他跟股票的差别 很多人会觉得他的名词 是很很复杂 什么指数股票型基金 其实大家就把它想成 它是一种基金 可是它是放在股票交易所买卖 对 所以他就是像买股票一样 你就可以买到基金 这样子 OK 好 一个是由fonds manager 帮你来选股 那么一个是追踪 这个某一些特定的指数的 一些这个基金型的产品 那你就买两档 可以赚到四百万 哪两档啊 我是买这种追踪全球大盘的 ETF 那它是在美国发行的 那它的费用率大概是在0.08 那就可以买到全球四十七个国家 那八千多档的股票 全球型的 对它是全球型的 像我的话就是买这种总体 一个是总体股票 一个是总体债券 那背后逻辑就是资产配置 就是像股票跟债券 它搭起来的话就是会有一个 你比例怎么分 比例的话我是用八比二 因为年轻的话 你就是买这个 整体的股票型基金 跟整体的债权型基金 你这个买法跟另外一位 来跟我们节目的来宾 怪老子很像 但他六十几岁 你二十八岁 对所以 所以我们在股债比的部分 他会比较保守 那其实股债比 还要看你个人的职业 像比如说我之前的同事都是公务员 那他们可以做比较积极 因为他们收入是比较稳定的 那如果是收入不稳定的话 可能没办法一直持续的投入本金 那的话 他的配置就不能那么积极 OK你就是这两档 然后定期定额 股票跟债券 五年滚出四百万 对 主要是靠我的 以前本薪比较多 然后就是一直存钱然后投进来 这样子报酬率多少 年华报酬率多少 现在因为股债会降下来 对那之前的话大概会有八到九 那现在的话其实是不赚不赔的状态 这样八到九趴二十八岁 我问一下阿瑟柏林你觉得怎么样 他都是跟主力做好朋友的啦 对我都跟 对这么平稳的操作方式 不过他的个性是非常适合操作的啦 但是通常这种个性的人也不喜欢操作 因为觉得他就不喜欢大风大浪 他很多投资人都喜欢大风大浪 就大涨大跌大涨大跌 他们就觉得很开心这样子 所以像这种沉稳的操作是非常适合投资 尤其是ETF 他就一直照他的那个参数去执行 但是一般投资人太感性 太感情了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带一个 狼 狼的项链来 你知道吗 就是说 股市如果是做短线 就是一堆财狼鼓报 对所以财跟属 你们有个财哦 你们要加入这个狼的系统 保护 因为你们的粉丝都是小绵羊 对对 那像这种很沉稳的 他也不怕这种财狼鼓报的攻击 所以我们要离你远一点 所以说我说个性沉稳 然后比较适合在股市中来操作 因为比较不会受贪婪或恐惧的影响 我花了15年 才到达他现在的境界 你知道吗 所以他听一声就很适合 他特别淡定 特别非常淡定 股票跌停 他说跌停 市价卖出 这样子 不会很恐慌这样子 像这次股灾 全市场都非常恐慌 但如果很淡定的话 就恐慌中继续加码 绩效就会慢慢出来了 OK OK 这个果然有当过所长 他的感觉是很淡定 稳健的感觉 你在进出的时候 你都没有看时间点吗 其实大家一开始会觉得说 时间 进出时间点很重要 其实国外也是有研究说 资产配置 你做好 你买进什么资产 然后比例决定好 就已经决定了九成的报酬 所以你是想要调资产配置 对 然后不去挑特定时间点 进场 你是持续一直在市场里面就对了 对 OK 但一般散户可能都相反 一般散户就是说 一万二好开心喔 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 然后跌到九千 最近跌到八千 应该买的时候 不要买不要买 等到一万二他会开心的买 开心的买 所以刚好相反 所以我都跟散户讲 反正人类够愚蠢 每三四年就乱搞一次 尤其现在美国的总统 特别喜欢乱搞 所以等全世界乱搞 股市乱跌的时候 那个时候再买 通常会比较好 OK 好 就是散户的这个心就这样 那个可能一万二的时候 羡慕人家有这么多股票 然后到八千的时候又笑说 你怎么那么多股票 这很难耶 对 像他完全不会所动 他就一直照着自己的步骤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写得来 那因为我们台湾投资人 讲到ETF最喜欢就005 0 0 0 56 或者是可以买一些台湾 这边也有划牌的一些 像是S&P 500 道琼等等 你为什么不买这一些 流行的创销ETF呢 ETF是在国外1993年就开始了 那美国先锋 蜘蛛 SPDR 他们的发行ETF 他们在追踪能力上会比较 会比台湾来得更好 就会更贴近指数 然后因为他们规模更大 他们成本会更低 那为什么买 我刚刚讲台股的005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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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呢 005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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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 它是因为它只有50档股票 那它的科学会特别偏重 在科技类的话 台湾的市场跟对岸的市场 中国大陆的话 会有比较高的联动性 那在于资产配置来讲的话 我们会希望加入一些 不相干的东西 就希望可以有抗跌的功能的话 这样会比较好 那它的分散性的话 是没有那么优啦 可是也是很好的开始工具 所以你就重视分散性 买全球的股票 全球的债市 燕尼你觉得他的方法怎么样 第一个我先讲一下他个性 因为其实刚刚阿斯匹 一直在作怪的时候 他的表情还是闻风不动 所以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 那第二个就回答欣赢的问题 因为其实我觉得 志成他选的ETF真的还不错 他选的那两档 一档是VT 那VT他其实是 全球股票型的ETF 他有一半是 连接是美国的一些 相关的一个股票 那另外的 有包括英国 日本等等 也是以成熟国家为主 所以基本上只要你认为 美国未来十年 二十年 还是可以维持 全球爆竹的一个地位的话 我认为定期定额 去买这种类型的ETF 长期来说 他的一个投报率 其实是还蛮不错的 那我也特别去查了一下 VT这档ETF 就是包括这次股灾在内 过去十年的年化爆竹率 大概有七%多 将近八% 加上这一次 对 加上这次股灾 所以其实我觉得 蛮适合一般的小资 真的是够分散 对 够分散 而且呢 就很多人就是资金不够 那我觉得这档ETF 它也是有一些成长的 这样的一个基础 那另外一档ETF 它买的是B&D B&D比较特别 它其实是美国债券型的ETF 它大概有一半是配置在美国公债 那另外的一半呢 就是有一些这个投资集债为主 所以基本上它也是 非常非常非常稳健的ETF 所以其实 这一波应该也涨很多啊 对 所以这个制程会蛮威蛮压抑的 因为真的很稳定 那事实上因为这一波 是因为股灾的关系 所以呢 其实公债表现的 相对来说是稍微好一点 那这一档就是时间的计算基础 就我刚刚特别提到 就是包括股灾的话 它十年下来的年化爆竹率有4% 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想要把它当作一个 基产配置的一环的话 我觉得其实也不错 OK 因为很多年轻人会说 我们就是要小资翻身 翻身的话就是要赌大一点 你不会觉得这样子有点慢吗 你自己的心态 对 像你已经在一个大楼 你已经在比较低楼层的 那你希望说可以做个火箭冲到比较上 可是万一你搭的火箭 它不是那么好 你掉到地下室的话那就更惨 我们看到有很多人 它会做杠杆型的投资 你不是很好就是很坏 可是我们发现大多数都是很坏 所以你不如一步一脚印 慢慢往上爬 这是比较踏实的方法 要相信所长讲的话 他看过了档案资料非常的多 看过无数很惨的例子 都办过了 那观众如果想学你做一些ETF的投资 到底要买这个台湾的付委托方式 还是开户海外券商 你的建议是什么 其实都可以 就是重点是马上去开户就对了 马上去开户 可以先从国内的券商去开户 因为现在很多都可以有定期定额 定期定股的功能 那付委托也是可以 那海外券商的话 也是可以 但是尽量说大家要选在 有在美国监管下面的 的券商会比较好 那有在上市也可以 那在个股的部分的话 我是比较不建议说大家去选择 因为你可能会有选错的风险 那对一般散户来讲的话 包含我自己都是觉得用 ETF或是基金的定期定额去投资 慢慢累积资产就可以了 OK 付委托跟海外券商的话 都是适合长期持有的 特别是如果你希望是长期持有的话 用付委托会比较好 对因为你的手机率不用那么多 然后你可以去刷存折 那在海外券商它的优点就是 它会有一个自动的股息 在投资的功能 就是像债券是月配息 那它会自动把配息的现金 再拿回去买ETF 那的话 特别是那种买到旺季的话 那你的发现 你的资产也是会慢慢增加 手续费比较便宜 对海外券商的话 这几家主要的都已经降到零手续费 所以是他们是不用手续费 可是在台湾付委托的话 他因为要因应 所以他们也会提供很优惠的费率 那手续费这种是一次性的费用 那其实我觉得大家不用太纠结说 一定要拿到最低 就拿到颗里OK的话 你就买进持有就OK了 OK 好 我们今天谢谢这个三位FQ 斜杠青年的分享 他们的故事应该是 大家觉得非常激烈 而且是用很简单的方式 就是用ETF 那祝福大家趁这一波最坏的时候 其实是最好规划的时候 好好学习 在这个自由的路上 大家财富都越来越自由了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感谢观看